大家好 欢迎收看首届反贼跟粉红公开辩论PK赛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四名辩手 第一名是反贼一号辩手 大家好 我是反贼方的一辩 我是个教授 然后呢是粉红的一号辩手 大家好 我是天津卫视主持人 请叫我大内宣老师 不行不行 我们说好了啊 不许人身攻击啊 你只能说粉红不能说小粉红 同样你也不能讲自己很大 好好好 那请叫我内宣老师 然后呢我们是反贼二号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反贼方的二辩 你就叫我路人甲 然后呢粉红二号 我是粉红方的二辩 你们啊就叫我婊子 谁都别给我振头牌啊 不行不行 不能不能认身攻击 呃好 那我们为了表达对你们LGBT群体的支持 我们就叫你LGBT老师 啊啊随便行随便 好那现在我们的辩论正式开始啊 首先是有粉红方 粉红方的那个一辩老师还没准备好啊 粉红方的二辩先开始发言LGBT老师 大家好 我方观点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呢 即便中国和美国有分歧有摩擦有震担 当然也会有合作啦 台湾的整理前景包括经济民生的各个方面都会有良好的态势发展 注意我强调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就是一个中国 这并不是说剥夺了台湾人民的选择钱 对个体而言 台湾人民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都有表达自己态度的权利 但是我提醒一定要认清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公认的中国的主权代表 联合国五大承认理事国之一 也是美国承认的主权国家 第二相向而行 一切挑战只会让台湾人民承受更多的损失 宣传什么中国崩溃啦 中国风力啦 某党倒台啦 你不如直接在家里加个小人写生生八字 埋在自己家四个角落 说不定你还能让皇后呢 谢谢 天天打嘴炮 这是什么行为呀 你又不是许愿之边的吉普赛少女 爱的大巴来了六区 你又成不了拼名花蝴蝶 你也开不了美丽集舰店好吗 第三 不要相信不时的传言 这是额外的一点 把一个个的个力给我放大 给某个群体贴 整体标签 只会被更多恶劣的人当作攻击工具 成为全体亚裔人的噩梦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选的立场 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智慧 就这过去不放 拿放的镜找茬 人家是赚到钱了 拿着你的流量跑路了 你还在原地 等着接受二次教育 是谁为爱走钢索 谁的眼神锁定我 我劝你干了这杯恒河水 不然你酷匀在厕所 此外 我给对方便有提点意见 第一要用事实说话 第二类比一定要逻辑 不要用不同时段 不同国家做比较 也不要用不同的体量的地区做比较 大象不是蚊子 中国有14亿人 量变引起质变 东风不与周廊变 你寄出爱的明信片 做尽关键的思想一定要抛弃 格局很重要 同时人文关怀方面 台湾甚至都学习的样本 任何好的东西都值得探索 这是中国政府一贯保持的习惯 谢谢1分59秒 好的 我们现在暂时是固定发言 没有回应的 然后我们请反贼方的一辩 教授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在美国休斯顿 当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教授 很高兴这次代表反方 或者是代表台湾方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去看待 所谓的两岸之间未来的路线 或者是台湾之间的未来 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 就是说台湾本身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在一个主权的概念框架之下 台湾已经具备有四项的基本条件 就是人民 领土 政府 以及与其他国家 进行正常外交的能力 当然这个时候很多 中国方面常常会去批判说 台湾并没有跟其他国家 进行外交的能力 毕竟在多数的国家里面 他们是认同中国的一中原则 而没有去认可 跟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 可是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并不代表台湾 并没有邦交国 也不代表说台湾今天就算没有邦交国 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 外交往来 甚至说全球有100多个国家都承认台湾的护照 或者以对台湾护照移民签证的方式进行放行 某种程度上也是肯定台湾在外交上面的展现 所以说我们今天去谈到台湾的主权 或者台湾人 谈到台湾的未来 我们首先要先想清楚一件事 就是现阶段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然后中华民国在 我们常常会去谈说 台湾到底未来是要统一或者独立 可是如果我们先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核心 它是已经独立的一个主权国家的话 事实上所谓的未来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走 那可能并不是说由中国说了算 因为毕竟中国在过去的70年之间 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质上的消灭过中华民国 所以在这个条件里面 中华民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独立的国家条件下 台湾还是有自己未来选择的 谢谢 好的 现在粉红方的一变 内宣老师现在要开始发言了 台湾被统一是台湾的宿命 我们看中国5000年历史 那么独立的可能性 只有在中央政府极度虚弱的时候 有没有台独 台湾有没有独立的可能的机会 有的 比如说在清末 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虚弱的时候 它才有可能统一 但是现在不是台独的最好的时机 因为中国在积极向上 它在2028年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在可见的50年之内 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那么蔡英文坐在北京的位置上 她也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那么这就是台湾的宿命 那么台湾人民只有两种选项 一个是和平统一 一个是武统 那么既然台独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台湾政府不断地给台湾的民众 灌输台独的可能性呢 就像陈世边也说过 台独是不可能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可是为什么台湾政府 还一再地向台湾的民众 灌输着台独的可能性 我认为只有一个结果 在台湾是一群骗子 再骗一群傻子 而这群骗子呢 在背后偷偷地输钱 偷着乐 而这群傻子 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拼命地去辩论 来证明自己有多愚蠢 Over 好好好 接下来我们请反贼二变 路人甲 你好发言了 那就好 我只是个路人甲 我来回应一下前面两位的观点 刚才LGBT老师在他的发言里面提到说 他开场就讲台湾在统一之后 依然会有选择的权利 我对此表示不能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简简单单的中国人 他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中国你能不能成立一个政党 去跟共产党讲 说我觉得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太好 我想要竞选 我有更好的执政理念 在中国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 不行 在中国你可不可以发表一些温和的声音 去批评政府 然后政府不会把你抓起来呢 不行 在中国如果你批评政府 你会不会打上一个标签 说你是境外势力 我也欢迎粉红朋友们 可以举那几个例子说 在中国你可以温和的批评政府 而且你也不会被抓起来 我非常欢迎对面的粉红朋友 举出只是这样的例子 然后我还查了一下人类发展指数 民主指数 清廉指数 人口预期寿命 还有美好生活指数 各种各样的联合国发表的统计数据 台湾大概都是在国际上排到 20名到30名的样子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概可以排到70名到100名的样子 大概跟墨西哥同样的水平 那么我想请问各位粉红朋友们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是墨西哥人愿意跟美国人统一 还是美国人愿意跟墨西哥人统一呢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跟台湾人说我们要统一 那么请你回答台湾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统一了之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 我们还能不能正常使用的脸书 谷歌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 我们还能不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呢 好的 我们现在固定发言的时间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是自由辩论时间 大概每个人三分钟时间控制一下时间 首先请粉红方的二变先来 好的 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主权的国家就是独立的国家 这两个概念可以等同吗 我请问一下台湾是被联合国承认的吗 你说台湾有个邦交国它是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吗 你看说那四条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你看看有多少那种搞笑的主权国家 在自己国家里面以此为开发旅游业 在美国澳大利亚都有 你可以了解一下 我再告诉你 你所谓的主权国家索马里兰对吧 在索马里的地区它也说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 也具备你说的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护照 但是不被承认 于是他们就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打击 索马里本来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我们这边认为的所谓的主权国家 而是你们那边认为的主权国家 它现在的经济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可以看一下 物价飞涨 人民用好像49年以前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用麻袋来捆钱去买东西 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对吧 再说你刚才说的所谓的主权和中美博弈下的何去何从 有别人的联系吗 你的逻辑是什么 我不知道 多数国家承认 才是一个主权国家应该具有的形态 好吗 愿意承认护照 就是主权国家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第二中国没有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有选择权利 我强调的是台湾人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走 你可以选择留 你可以选择不同意 没有让你说剥夺这个权利 对吧 你现在不对在反对吗 是不是 为什么不行呢 你说的温和的声音怎么样 我想告诉你 你可以了解一下火锅店破油事件 这个人他因为在我们网上发表了 他作为一个在火锅店里被冤熏着了 然后发了一条微博 结果被扒出来 他以前有那么多的港独言论 我想知道 如果说他不发这个微博的话 他这些港独言论是不是要一直存在下去呢 存在下去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因为这个东西引起公分了 到达一定的社会级别层面了 才会遭受这个样子 微博分号吗 不是我们分号的 高高清楚 针对刚才LGBT老师的回应 我想先讲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说所谓主权国家 到底有多少国家的认可 在国际法里面并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法 再去谈说台湾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事实上台湾现今来讲 它的选择就是它不愿意 跟中国统一 它不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 这就是台湾人的选择 问题是在于说中国 它有没有尊重过台湾的选择 它如果没有尊重过台湾的选择的话 它为什么在现就段这几年来 一直说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呢 这个是第二个回应 第三个是说在美中之间的博弈之下 台湾是不是有真正有选举权 或者真正有办法可以去追求 自己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状态 问题在于说我们已经看到美中之间 已经有点进入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条件 或者是美国事实上 甚至是昨天也承认台湾在华盛顿DC的 一个驻外代表的使用的权利 或者是它愿意跟台湾再进行 更多所谓的官方的交流 这些零零总总的迹象去看待的话 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在美中之间的一个抗衡之下 台湾已经渐渐地被美国拉拢 在它的所谓的新冷战的一个框架之下 当然是不是美国已经承认了台湾 或许还没有 但是这不代表说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朝着中国的想象的方向去前进的 所以综合起来我们去看到说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 常常去强调就是去谈这些独立 谈这些自由民主的概念 事实上某种程度是为了去维系自己政治的稳定 可是就为了维权就可以放弃人权吗 这个是我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后要去谈的就是刚刚谈到索马里兰的一个case 可是台湾跟索马里兰条件非常不一样 因为索马里兰是现在要进行独立 现在要变成主权国家 所以说它内部有非常多的纷争 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可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已经是有一个政治以及经济体制 那如何做这样的类比呢 谢谢 我来回应一下教授 中国的中国政府对于台湾人民 保持了最大的容忍和尊重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先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两岸还没有发生武统的战争 是因为我们害怕美军吗 当然不是 我们看一下 当年发生的越战 就是抗美援朝和韩战 当初的韩战和越战就知道了 我们从来不怕美军 而且我们跟美军打过两次大战 而且都站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都把美军打败了 所以说我们根本不怕美国 也不怕美军 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担心的是台湾同胞 我们给出台湾同胞 开出非常优厚的政策 什么叫做一国两制 就是说统一了之后 你可以保留你的军队 你的政治 你的生活方式 所有东西都可以保留 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而且在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 包括这次的奉离事件 中国政府都对于台湾的普通百姓 给予了极大的容忍和暴容 但是你们的政府做了什么 你们的政府不断的在羞辱我们 你们的媒体不断的在诽谤我们 我讲中国政府 为什么说在统一台湾这件事情上 没有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意 没有做一个 是否武统台湾的全民公投 就是因为在于全体台湾 普通老百姓 为什么我们叫台湾是同胞 同胞就是义母同胞 我们是一个母亲 我们源自于一起 那么对于普通的台湾老百姓来说 我们是把台湾的老百姓当作同胞 而对于那些台独分子来说 我们列出了台独完购名单 这些人是我们需要消灭的 同意台湾 我们消灭的是那些害虫 是那些台独分子 而是对于普通的台湾老百姓来说 我们一直把你当同胞 只要是同胞 只要你愿意 回归祖国 祖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欢迎你们 Over 好 刚刚内讯老师提到了一国两制 那么一国两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就是在香港 香港是什么样子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作为台湾人 作为香港人 在他们的视角来看 香港的民主 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 香港人民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 显然是在一步一步缩小的 而且中共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时候 提出的是保持香港现有的政治制度 50年不变 这才过了20年多一点 中共已经按耐不住 自己想要扩大自己独裁范围的心情 已经在各种各样的方式 逮捕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那么我相信台湾同胞在这方面 肯定会看在眼里 那么中共说的话 中共做出的承诺 究竟值不值得相信呢 统一了之后 台湾究竟还能不能保留 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 能不能保留自己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呢 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能看在眼里 都能做出非常明确的判断 中共究竟是不是值得相信的 最后我还想就对方同学的头像 这个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发表一点 有一点非常奇怪 没有包括外蒙古 为什么这个地图里面 没有包括外蒙古 没有包括外东北呢 因为外蒙古是在1946年的时候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社论 就是坚决支持外蒙古人民 拥有民族自觉的权利 同时外东北也是江泽民 在2000年的时候 跟当时的俄罗斯签订的协议 正式承认了当年俄罗斯 从清朝侵占的领土 然后我们中国就不要了 就还给你们了 那么我就很想 这也是我在多个粉红群里 都问过的问题 各位粉红 你们为什么只想统一共产党 想让你们统一的地区 而共产党一旦把这个东西 说我们不要了 我们就不想统一 你们可以独立 为什么 谢谢 好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不正好说明中央政府 尊重民意吗 对不对 你自己说了 尊重外蒙古 以及相关地区的意思 所以说才能什么呢 我再说一下民意问题 刚才教授老师说了 你说你代表了台湾 你给谁这个代表权的 我不知道 台湾有那么多人想搞统一 你代表他们了吗 一会儿我们就有一个台湾本土的选手 来跟你们说了 说到这个事情好吧 是蔡英文给你的权利吗 是你所谓的民调吗 你能代表你自己 你不能代表全台湾人民好吧 我们现在 你现在已经把这个民主完全滥用了 你开始贴标签了好吗 中国没有遵守吗 中国的武力恫吓是你定义的吗 我怎么就不认为这是武力恫吓呢 你做过多少条条 在Clubhouse认为这是恫吓 你用这个词 我是从来不说武统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是一直我听到的是 你们这方在说武统的问题 我们这方没说武统好吗 你看所有的外交部发言人 以及军事外交部发言人 他们说的全都有前提的 你把前提给去掉了 然后你说这是恫吓 随备一个什么话到你的嘴里 都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思好吗 我不认为 我们在说是坚持底线的前提下 而你所谓的恫吓之下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连创新高 蔡英文自己还在转 他的专机运走私货 你说的新冷战 我怎么就不觉得这是冷战呢 特朗普的税务政策到底落实了没有呢 怎么拜登政府 怎么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中国代表那么强硬的政策 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是新冷战的一个信号吗 拜登还让美国 美国还让你们吃萊猪呢 日本还让你们吃核食呢 这是新冷战框架下 台湾人民应该所承担的东西吗 这是拉拢的一个方面吗 还有就是说你放弃人权 哪里都有放弃人权 你刚才说了香港 这些搞乱香港的这些人士 他们不该被抓进去吗 你所谓这些香港民主派人士 在大陆撞死人了 回大陆被逮捕了 不是你们所谓的国安到香港地头 把他们运走的 你要说这个东西 你要拿出实际证据来好吗 这些现在被关注的人 都是国安法颁布之下好吗 我们也是有法律的 我们在立法之后 我们忍了这么长时间 把他们在抓捕他们 我们也是一个遵循法律的国家 你所谓的民主 有不同样式的民主 但是我们认可的民主 和你认可的民主不一样的 你们这样的民主 不适合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也给台湾 你想代表民意的话 请你做公投好吗 请你上述蔡英文政府 让蔡英文政府做公投 做公开的民调 看一个台湾人民到底是如何选择的 这是我们所认可的 你所谓的能代表不能代表 你嘴上说这些不叫代表好吗 所以我说 作为一个科学的人士 有智慧的人士 你在发言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立场站稳 格局要站高 而不是在这里说什么空口碑 就说什么你认为的事实 我不这么认为这样的事实 而且大家也不这么认为的事实 国际社会也不要认为了这样的事实 你问问哪个国家 美国会认可这样吗 如果说你要觉得美国是这样 以后美国可能让你独立 你现在问问美国的意思 他有没有给你做出一个书面的承诺 好 谢谢 针对刚才LGBT老师的发言 我先做几点回应 第一点就是 当然我的发言是代表我自己 但是我先说一下 我自己是政治学者 我看到了台湾的民调状态 现阶段来讲 只有3%以下的人 愿意跟中国进行统一 当然多数将近50%的人的事实上 是觉得两岸之间应该要继续维持现状 可是这个现状是不是一个恒长的现状 是不是只要两岸之间不发生战争 它就是一个稳健的现状呢 我们今天看到说 刚刚是LGBT老师说的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用一个字 就是中国在武力恫吓台湾 那武力恫吓台湾的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就在于说 我们是已经基本上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中国的军机侵犯台湾的领空 在这次侵犯台湾领空的条件之下 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的是中国在进行挑衅 还是它代表是中国本身就认为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说它横跨台海中间 对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台湾也不应该要紧张 难道有人把军机飞到你的头上 你会觉得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很和平的象征 好 这个我是觉得是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再来我们今天去谈说 你说中国在它的发言里面 或者是我们真正去看2019年 习近平的告台湾书70周年 那个文宣来看的话 它里面事实就已经提供了不排除统一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之下 sorry 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之下这样的发言 它本身对台湾人来讲 不是一个恫吓吗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 我们要必须先去搞清楚状况到底是什么 你刚刚提到了所谓台湾如果这么想 独立为什么不搞公投 台湾现在是搞台独公投 或者是搞单纯的台独公投的条件并不成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去公投说 我们越要把台湾改国号改名称 某种程度是激怒中国 激怒中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现在的台湾民调大部分人 还是支持说继续维持现状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中国说台湾你有选择 中国共产党跟你台湾人说 你想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尊重你 会展现出来一个完全不同民调样态 可是现阶段来讲这是一个平行宇宙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台湾人的意向是什么 但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这也是大家可以再去思考的问题 最后就说到了香港的问题 你说今天中国也是一个遵从法律 也是一个尊重人权 或者遵从民主 或者遵从每一个人选择的权利 香港人他要选择 香港现有将近70% 80%的人都认为 不是说香港要独立 而是香港至少要维持一个 自己的原先的独立的法治体制 可是这个法治体制 中国通过了国安法的条件之下 这个本身独立的法治体制已经完全被崩坏 也就是说您刚刚谈的 今天去逮捕这些香港人 是有他的法律的依据 可是法律运气是中国共产党 自己夹在香港人民身上 香港人民愿意接受吗 他如果不愿意接受 他有选择吗 现阶段来讲他没有选择 你搞错了一个因果关系 当台湾不能独立的时候 就没有军机来 只有你台湾闹独立的时候 才会有军机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没有军机 没有军舰 没有任何讲武统的事情 对 所以说你们搞错了因果关系 以此来糊弄普通的 善良的台湾民众 第二个台独是个假议题 我举一个昨天刚刚发生的新闻 台湾的政府觉得 国徽和国民党的党徽很像 于是他们想改国徽 可能想来想去 他们以后不敢 他们改国徽都不敢的话 你谈什么台独 你就算是你的信仰是错的 但是你愿意为你的信仰去死 为你的信仰去战斗 我也敬佩你是条汉子 但是你连改个国徽都不敢改 最后让国民党去改党徽 这样的党 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执政者 如何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最后我想说 台独有没有可能 就算是成功了 你只不过是像越南 泰国那样在夹缝中 中美夹缝中生存的小国 而一旦统一了 你就会成为世界上 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国民 让我们两岸同胞 一起为中华民族崛起 而共同奋斗 我支持台湾的所有的同胞 我们尽快的支持统一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 一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Over 刚刚内宣老师说到 就是什么马银九执政时期 大陆从来不提武统 这个是假新闻 我刚刚以最快速度 在谷歌上搜了一下 从2000年一直到2020年 国内都有官方报道 报道什么呢 报道说解放军多少枚导弹 一直在对准台湾 如果要武统随时可以 大概就是这样的消息 那么可以非常确切地说 刚刚内宣老师说的 马银九上台时候没有武统 这个是假新闻 刚刚内宣老师又说了 统一之后 中国就会成为这个世界 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国民 那么中国究竟是不是 第一大经济强国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2020年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 李克强总理说 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 不足1000人民币 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人民币 1000元人民币什么概念 我相信在座各位心里都有数 我对这个事情直观的理解 就是我中午点个外卖 可能就花了人民币1000元 我觉得这样的国家 究竟是不是真正所谓的 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这样的强是共产党的强 还是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强 我想请各位无论是粉红朋友 还是来自台湾的朋友 还是来自香港的朋友 都思考清楚这一点 中共它口中的自己 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究竟有多少的可信度 在我看来中共其实它怎么说 它是一种它撒谎撒着撒着 自己就相信了这样一种感觉 它自己在说那些东西 慢慢的不断的自己 在给自己强化自己的同一套逻辑 然后慢慢的自己已经完全无法 从这个逻辑里面走出来 他们完全不愿意去看看台湾 究竟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刚刚教授也提到台湾有60%的人 支持维持现状 大概只有3%的人 想要跟中国大陆统一 我想说这个其实就是民主社会 非常正常的一点 就是你在民主社会 你可以支持跟主流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完全不会有台湾政府 去查那些支持统一的人的水表 我自己在TikTok上经常搜到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 台湾统一促进党 不拉不拉的 没有关系 我们民主社会完全包容这样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想请问对岸的粉红朋友 就是在你们这个独裁国家里面 那么我们这样的反对的声音会不会包容吗 我的答案是不会的 我如果现在露脸 或者告诉我的任何的个人信息 我一回国很可能会被抓住 或者在我家 我在国内的家人 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都会受到威胁的 我也请各位台湾的朋友 跟香港的朋友 也思考清楚这一点 共产党这些大外宣 究竟有多少是值得相信的 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 你可以试试 你不牺牲一下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呢 一天到晚在那儿喊口号 在那儿许愿 跟许愿时边的少女一样 对不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吧 人家谈死痛 人家就算知道自己要不要砍头了 人家上断头台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在喊口号对不对 喊口号可以解放全台湾的人民吗 喊口号可以让台湾经济腾飞吗 不能呀 一派胡言 而且跟主题无关 我根本不想回忆你说 跟主题无关的东西 查不查水表不要紧 现在事实上你表态了 你的表态 你的态度 你的观点没听到 所以说你也说了 50%要维持现状 正好证明了我方观点 你们也不确定对不对 你们不确定自己做什么代表 是不是 你们没有态度拿出来 你没有观点拿出来 你让政府去拿态度拿观点 这是民主吗 你把这个东西丢给政府 然后你们自己说不要 你要什么呢 不说 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 闻所未闻 你说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不在我们自己领空和灵感飞 飞到你们那边去 台湾地理位置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飞出去 我不绕着你飞 我们还能从你头顶上飞过去吗 美国的军机在我们头上飞 我们的军机不出动了 我们要不出动的话 我们直接从你台北市上空飞过去 我们肯定要绕的 这已经非常尊重了好不好 你还想怎么样对不对 不要得寸进尺 我就是要绕着你的飞 飞到别的地方去 美国军机在我们地族上飞 那么我这些都不说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观点 我觉得简直我就不说了 真的不能人身攻击对不对 台湾的方向是什么 站得远一点 我刚才强调台湾经济 对大陆出口连创新高 你怎么就不看一下呢 再说你投靠美国 美国要你吗 你投靠了美国 当年的菲律宾还要投靠美国呢 美国连投票这个事情都没有提对不对 不多了一个现在还没有投票权 关岛还没有投票权 你不是说你想投美国 就投美国的对不对 现在是一个国家已经给你生了橄榄枝了 你不要 而且是跟你最近的国家 地头上的肥肉你不解 你非要把自己的未来 绑在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上 而且它一直在喊口号 你就不能看点神奇的东西 只幻想不确定的未来 不看当时当下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真的 我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 我也不是什么教授 但是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能从最朴素的观点出发 我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好吗 你说香港崩坏 香港哪里崩坏了 香港的股票市场 一直在扩大好不好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陆 我知道你们又开始说 对大陆依赖了 但我想问你一下 你不依赖大陆的话 你们家门口的最大经济企 你不依赖 你依赖谁呢 好吗 我想问一下 Asian东南亚的经济地区联盟 台湾在哪里 蔡英文政府 有没有加入这个东西呢 没有 他自己不加 我有什么办法 当时就谈判的时候 给他那么多利好政策 最后没办法 看他不加 大陆政府还跟他说 没关系 我给你敞开大门 维持他现在这个现状 要不然的话 比如什么凤梨了 什么东西都发不出去 台湾对日本和欧洲的出口 一直在调 家门口的经济利益 你不要 然后你一天到晚 在clubhouse 你在许愿 我真的不知道 为了嘴头上说的东西 摇旗呐喊 而不为眼前的实惠 努力一下 这喊口号的人 举心何在 你是要把整个台湾的经济 带到沟里去吗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你说民主自由 我刚才说了 历史不忍促毒 不忍西看 当年五四运动 火烧赵家隆那些人 你都说曹汝林是个大汉奸 结果怎么样 他在日战时期 没有投靠日军政府 当时点燃第一把火的 梅斯汀在干什么 最后成了汪精卫这种大汉奸 你们好好想一想 开始针对刚才LGBT老师他的说法 我做以下几点回应 首先我刚刚一开始 其实从第一开始的两分钟 我已经说了 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当中国人或者是小粉红 他去质问说台湾在搞台独这件事情 说蔡英文他也是目前来讲 遵从中华民国的宪法 维持中华民国的制度 以这个条件来讲 我比较想知道是今天 我们谈到的台湾独立 或者是蔡英文政府 在推动台湾独立的一个证据 到底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蔡英文他也没有要改火号 他也没有要特地的去激怒中国 或者甚至是引导可能的两岸战争 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现阶段来讲 我们就把蔡英文政府贴个标签 说蔡英文他们就在搞台独 民进党就是在搞台独 可是他们搞台独的实质内容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作为政治学者 我看到现在蔡英文政府 跟陈水扁政府比起来 他从来没有去讲过 一些刺激对岸的一些言论 甚至他说他每一次的就职典礼里头去谈 说他要尊重或者是 他要拥护所谓的中华民国的主权 在这个条件之下 你去框他说他是一个台独分子 或者他想要把台独人民 或者把台湾人民推向台独的一个路线 他的用意何在 他的概念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完全看不到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两岸之间的 一个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 贸易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台湾在依赖中国 还是两边都在互赖对方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一切 台湾40%的产品是出口到中国去 可是出口的内容里面 大部分都是一些精密制造 都是一些晶圆片 都是一些现阶段来讲 中国的一个制造业 它必须要的一个半成品 如果今天假设两岸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贸易突然中断 的确对台湾来讲会有很大的经济损伤 难道对中国就没有经济损伤吗 难道中国就可以土法炼钢 马上去制造出台积电的经营吗 如果他做不出来的话 请问今天去威胁台湾 然后去又一直谈说 是因为台湾对中国有一个贸易的依赖性 所以台湾人民一定要小心的这件事情 难道这是讲给谁听的呢 如果因为当这件事情 如果突然中断掉 事实上两边都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这也是为什么两边高来高去 共产党当他在威胁台湾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贸易封锁 最后谈到所谓的 我们今天去讲 谈说对香港人怎么样 或者对维吾尔族人怎么样 这人权问题是中国一直没有办法去避而不谈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 美国跟西方国家会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同一阵线 对中国进行批判 或者对某些中国官员进行一些制裁 制裁内容是在于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压迫它是一个现实 压迫它是一个事实 在这样的一个是现实跟事实的条件之下 大部分人民是没有办法容忍说 今天一个政权去对其下的人民 不管它是少数还是多数 去进行这样的压迫 台湾人民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谢谢 刚才教授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 就是蔡英文是支持中华民国宪法的 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统一的宪法 我希望蔡英文好好地跟大陆来谈统一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回复 第二个 我想说台湾想投奔美国 刚才LGBT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话 但是美国要你吗 你投奔美国 咱们讲最近的新闻吧 来猪 那么美国已经要求了进口 进口以后 台湾的猪都不准标注产地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莱猪 可以畅行无阻地 在台湾人的餐足上通行 那么台湾用全民的健康 去换美国的支持 美国给了你什么 除了给了你武器 还给了你什么 武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吧 第二个 我想说台湾的刚刚出的新闻 台湾的台铁出了一个大悲剧 大家都知道 2018年台铁刚刚出了一个大的悲剧 可是蔡英文当时也说 我要去整改 我要去做大规模的改革 可是仅仅过去了三年 台铁又出了一个大的悲剧 除了冤死了50个人以外 据我所知 还有一些受伤的人 是被截肢抬出来的 那些人受伤的人 我想请问现在政府 为了台湾的老百姓 做了哪些福祉 这样的政府 除了去买武器 黑钱拿回扣以外 它为了台湾的老百姓 真正做了哪些福利 包括现在要进的核实 包括现在还要打的AZ疫苗 请问这样的政府 真正的为老百姓做主了吗 真正的为老百姓谋福利了吗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跟中国大陆统一之后 我们是一个 我想说现在中美两国 中国在上升的趋势 我想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得见 这也是全球大家的共识 而美国的衰落才刚刚开始 美国的衰落还远没有到底 请问我想大陆的朋友 知道我们大陆有个梗 叫做49年加入国民党 也就是说这个梗 内地的朋友们都知道 为什么 就是认不清形势 在一个快要下落的国家的时候 你去攀附于它 而对于然然上升的国家 而且还是你的同胞的国家 你视而不见 而去当卖国贼 去当罕奸 去出卖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我想告诉大家 真正爱国的 真正的中国人 应该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台湾人 真正爱台湾的人 爱中国的人 就应该支持统一 Over 好 刚才内宣老师在散布的 大概就是美国药丸论 那么美国是不是药丸呢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 我完全感受不出来 哪怕一点点美国要玩的迹象 怎么说呢 如果美国真的要玩了 我为什么去年我的股票 我就简单买了个基金 盈利了将近100% 我仔细想一想 这究竟真的是一个经济崩溃的前兆吗 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更加高深的见解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 我即使能看到一些新闻 啪啦啪啦什么枪击什么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的生活感觉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幸福 然后也完全不会为生计发愁 不会像刚刚国内出现的一个新闻一样 什么有个大货车司机了 因为2000块钱罚款 就喝农药自杀了 所以我也想请台湾的朋友们来想一想 你们究竟想要选择哪样的生活 而且刚刚内宣又提到了 为什么什么莱猪换武器 啪啦啪啦的 我刚刚的论点完全被粉红荒忽视了 台湾为什么要买武器呢 因为我刚刚摆出了事实 解放军自从至少是我能查到的新闻 是2000年以来 20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都是导弹对准台湾的 那么你说台湾人该怎么办呢 导弹确实是对着你的呀 导弹打过来可不会像内宣老师说的一样 什么只杀台独分子 不杀台湾广大人民 导弹不长眼 导弹爆炸的那一刻 不会分你是台独分子还是统一分子的好吧 然后我想一想 总的来说 而且粉红朋友们也一直没有回应我的问题 台湾统一之后 台湾人的生活方式究竟会发生哪些改变呢 会不会变得像我们大陆一样 信息会不会分锁 我们不能再使用脸书 不能再使用IG 不能再使用Google 然后大学里面要进入什么辅导员 来确保什么 确保你的思想是跟党高度统一的 辅导员是政治 全称是政治辅导员 要求你的思想跟党保持高度的统一 那么台湾的大学生以后要跟我们一起学马列毛邓 大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如果你想在台湾想搞政治运动 想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那么你就会认为是台独港独分子 然后把你抓起来 说白了就是大陆那套说辞 都是说给自己听的 都是我们抓的都是港独分子 抓的都是台独分子 我们跟广大的香港人民台湾人民 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这个只是说你说了自己听 说给自己听听就好了 不要拿出来一笑大方对不对 台湾当你想抓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是台独分子 你就随便加个什么罪名 你就说他是台独分子 就把他抓起来就好了嘛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以总的来说我希望今天我们都说了这么多了 希望各位台湾同胞擦亮眼睛 就是中国的这些大外宣 它究竟有多少值得相信的 然后也希望粉红朋友们能够稍微清醒一点 谢谢 这个第一轮辩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辩手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第二轮 我们第二轮会一个重量级嘉宾 加入反贼队伍 就是石板名副老师 大家等到第二轮 好谢谢